建立一个发达国家的标准是什么? 对Java Vega来说,是增强个人、企业和社会的能力来发掘各自的潜力, 在印尼每个省份创建能自立的现代城市, 以及提供让生活更好的就业机会。 我们的旅程在1989年开始, 其他人看成是一片荒凉的工业用地和鬼城, 我们看到的是一股潜在的能力。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建设, 如今Java Vega已经是东南亚最大的乡镇开发商之一, 我们得到了许多奖项和缔造了许多里程碑, 让上千个企业蓬勃发展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Java Vega有三大业务支柱, 土地和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和服务, 包括休闲和住宿。 每个区域以各自独特的主要计划来建设, 最大限度地发挥每片土地的潜力, 让它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城市。 西卡朗的Java Vega城市是第一个也是印尼最大和最成功的象征, 在工业、住宅、商用和多功能开发领域里 拥有着综合专专业技能的竞争优势。 单荣乐松经济特区, 处在优越的印度洋海岸线, 有着温暖的赤道阳光, 是一个理想的旅游驱动的乡镇, 近在咫尺还有超自然美景, 广泛完善的设施, 世界一流住宿, 保证这里成为国家旅游热点。 肯德尔工业园, 一座在中爪哇的综合工业乡镇, 以支持制造商提高生产力的设计, 带来特优的连接和战略位置, 有世界标准的基础设施及设备, 还有熟练及有竞争力的劳动人员。 莫罗泰经济特区, 是一项雄心勃勃且富有远见的发展东印度尼西亚的计划, 以友善的气候和绝佳的地理位置, 莫罗泰很有望成为该区域的新枢纽。 随着印尼经济的起飞, 我们将继续推动新的机会。 我们的目标是在印尼建造出100座城市, 来满足全国人民对综合城市乡镇的需求。 如今,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前往一个远见着实, 策略计划和重点执行的结合。 在坚强的合作及政府与战略伙伴的支持下, 我们能实现制造就业机会, 创造更好的生活, 并强化印度尼西亚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